Hello大家好,我是想象家 最近我的视频在说 为什么我们很难发现外星文明 言外之意就是说 我们人类是已知唯一存在的文明 相信很多人也和我一样 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可能会颠覆你的这种认知 我想说的是 有一种生物的文明 要比人类文明诞生还要早得多 而且今天依然存在 给你几秒钟的时间猜一下 会是什么呢 好的,现在揭晓答案 答案就是蚂蚁 先说一组数据 在巴西东北部的旷野中 有一片巨大的白蚁窝群 据推测在3800年前就存在了 而且直到现在 还仍然在使用和建设 它的总面积约22.8万平方公里 地表所能看见的土堆 就超过了两亿个 甚至在太空中也能被拍摄到 还有在日本北海道的海岸上 发现了一个巨型的红蚁群落 里面包含了三亿多只公蚁 108万只蚁后 它们生活在45000个 互相连通的巢穴里 巢穴的分布区域 达到了27000平方公里 可能你们对这些数据没什么概念 我们就简单的类比一下 如果把蚂蚁比作是人类 巨大的蜗群比作城市的话 那么它们建造的蜗群 就相当于人类建造 13400多个地球表面积的城市群 注意这里说的是地球表面积 也是包括了海洋的 而反观人类呢 我们的活动范围还局限在一个地球之内 当然了 以人类的眼光来看 以学看上去就是简陋的土堆 土堆是不能被称为建筑的 不算建筑 那就和文明没什么关系 因为文明的要素之一 就是要有建筑 但是且慢 可能许多人还不知道 以学不但是建筑 而且呢 还是有着功能性的建筑 之前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 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 对非洲撒哈拉巨大的乙学进行研究 整个研究持续了三年 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 无论外面的气温如何急剧的变化 乙学里的温度却是始终不变的 要知道 撒哈拉沙漠的温差是很大的 白天可以达到40多度 晚上有的时候会降到零度以下 而科学家发现 不管外面的温度如何 乙学的内部温度一年四季 都保持着三摄氏度 那不光如此 在一些炎热的地区 有些白蚁巢穴的烟道 可以高达20米 这样就可以让乙学 自动调节里面的空气 从而是乙学保持着稳定的湿度 另外乙学不单单是地面上 看到的那块土堆 它们还延伸到地下很深的地方 乙学里错综复杂的通道 组成通道网 这些通道可以让新鲜的空气进入 同时把呼吸过的沸空气排出去 这样就防止白蚁在里面 因缺少空气而窒息 所以乙学同时也是具有通风换气的功能的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像这样可以控制温度 湿度和换气功能的白蚁学 可不可以被称为是建筑 如果人类不借助电能和火的话 能不能建造出同时具有这几个功能的建筑 还很难说 不过已经有设计师受到白蚁学的启发 建造了被动降文的大型建筑 可是降文只是蚁学的功能之一 但是不管怎么说 算是学会了点皮毛 那说完建筑 我们再来说说蚂蚁的其他本领 就是农业和工具的使用 相信没有人会把这两个词和蚂蚁联系在一起 那偏偏就是这两样技能蚂蚁全部都具备 在五千万年前蚂蚁的祖先切叶蚁就开始种植真菌 在那之后又逐渐的驯化了一个个新的菌种 并且轮替播种 直到现在它们也还在不断的驯化新的菌种 科学家们在非洲的白蚁学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真菌 这种真菌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 你可能无法想象 白蚁是在用这种真菌将木浆分解成纤维用来建造蚁学 同时还用它来分解糖分用于补充自身的能量 它们还在最近的几百万年里 掌握了多种生产抗生素的微生物的使用方法 你更加不敢相信 某些蚁群可以驯化其他昆虫来生产蜜鹿 而且在最近的几千万年里 它们还在不断的探索新的可驯化生物 被它们驯化的生物 也已经发生了行为以及生命周期的改变 我们把这些称为农业应该不过分吧 蚂蚁还会使用工具 之前人们就发现 一些蚂蚁会利用泥土和沙粒来收集液体 那几年前的一个科学实验又证明了 蚂蚁还可以从不熟悉的物品里 选出最适合的工具 匈牙利的科研团队用一些小工具 对蚂蚁进行实验 有它们熟悉的小树枝和土块 还有人工制造的纸和海绵 那实验的过程就是观察蚂蚁会选择 用什么工具来转移蜂蜜 如果把这个问题交给人类 那么从效率的角度来说 海绵无疑是转移液体蜂蜜最佳的工具 当然这是人类站在上帝视角 并且了解了海绵的性质之后 才给出这样的答案 而神奇的是 虽然海绵对于蚂蚁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 但是它们还是做出了和人类同样的选择 蚂蚁会用这些工具进行逐个的实验 最后选择海绵 很多蚂蚁还会将海绵撕成小块 这样搬运起来就更加的方便 所以蚂蚁不但可以利用工具 还能改造工具 而且还有更厉害的 蚂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冶炼金属 它们会利用甲酸来溶解 心 煤 猛 甚至金银等金属 再通过食物链的转运 也就是吃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身体强度 所以克金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以强化装备的 那说到这里还有一则趣事 就是据康熙年间出版的岭南杂志记载 在公元1684年 某个衙门的银库发现数千两银子失踪 官员们都大为惊恐 到处寻找都找不到 后来在墙壁下发现一些发亮的白色银粉 并且在墙角下挖出了一个白蚁窝 一众官员将白蚁放进炉内烧死 结果就烧出了白银 我们再来看乙群的另一个特点 在乙群中 社会阶层 社会成员 阶级的分化现象十分明显 这一点可能大家都有所了解 乙群的分工是十分明确的 工蚁负责乙群中的绝大多数工作 比如觅食 管理粮食 照顾幼小和打理巢穴等等 工蚁还肩负着消化纤维术的任务 所以人们在木材中发现的几乎都是工蚁 那在工蚁里瓷的和熊的都有 但是生殖器官退化 通常不具有生育能力 生育的工作是由专门的蚂蚁来完成 那就是蚁王和蚁后 而蚁后所产的卵都一样 但是孵化后就会有区别 没有兽精的卵就会发育成熊蚁 兽精卵孵化成幼虫之后 营养好的就发育成瓷蚁 营养不好的就发育成工蚁和兵蚁 那说到这里 你有没有觉得蚂蚁社会的这种设定 你要说它是外形文明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违和感 而且从人类的角度好像有点理解不了 脏活泪活都是工蚁在做 结果生殖器官还退化到不能用了 那工蚁生殖器官退化的这一点 应该就是这种森严的等级造成 那森严的等级制度 真的能让器官退化吗 这背后是不是应该有个设计者 才更加合理呢 《自然》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说只要蚂蚁的数量超过6只 就会出现分工的状况 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 蚂蚁会发展形成一种更加有益的分工模式 但这篇文章还表示 他们独居的祖先最初是如何演化形成这种分工的 就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也觉得这有些太不可思议 只要有蚂蚁群的地方 就一定有这种分工模式 庞大一点的蚂蚁群 还会把工蚁分成大工中工小工等等 我觉得这一点才是那个最像文明的地方 那前面说了这么多蚂蚁的特点和本领 你可能不知道 就这些已经完全符合了 由人类所定义的古代文明的程度 古代文明包括大型建筑的修建 中心性城市的出现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基础 还有社会阶层 社会成员阶级的明显分化现象 这里面的每一条蚂蚁都已经做到了 所以人类作为高等文明 可以承认蚂蚁们也拥有文明吗 只可惜这个消息 蚂蚁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猜它们也不懂什么是文明 蚂蚁之间的交流 会用到叫做费洛蒙的东西 人类或许永远也无法读懂 费洛蒙的真正含义 而且永远也别指望 蚂蚁能够理解人类的想法 所以在不对等的文明之间 交流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个状况同样也适用于 更高等的文明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人类一直在费尽心思的寻找地外文明 可能在某些地外文明的眼里 人类就只是蚂蚁而已 也在说着一些叫做费洛蒙的语言 这让它们想交流也无从下手 而且它们也清楚的知道 人类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它 就像蚂蚁永远无法理解人类一样 或许它们的一个无心之举 对地球上的人类来说就是灾难 可能它们只是方便了一下 却让地球上下了40天的大雨 直接引发了一次大洪水 它们方便完 拍拍屁股就走了 人类却把大洪水写到了传说里 所以蚂蚁文明和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 宇宙对于人类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比地球对蚂蚁来说还要大 遇不到其他的生命 可能真的就是找不到也遇不到而已 就像在亚马逊丛林里 有无数个医学 人类也不是说找到哪个就能找到的 况且高等文明的存在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它们根本不存在 地球上的人类或许就是这个宇宙当中最高等级的文明 这个我们以后会说 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喜欢的记得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